好 我们来看到高学历的一名男硕士 他出手攻击学历比他还要高的女硕士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原来这名男硕士他是苦练大他11岁的博士生 几度写情书告白 但是女方都不接受他的感情 结果他就由爱生恨了 出手抓伤女方 而且还拿榔头要上门寻仇 教会里安静的桌椅 就是方姓女子每个星期辅导中学生课业的地方 没想到就在25号 硕士男拿榔头将志工敲得头破血流 苦练女方又告白不成 因此红姓同学又由爱生恨 对女方做出了攻击的行为 红姓男子苦练大他11岁的方姓女博士生 长久以来写情书告白都遭到退见 5月18号傍晚 红姓男子又拿着情书送到教会里 希望方姓小姐能够接受他的一片痴情 没想到女方不但不领情 还找了另一位男性志工阻挡 遭到拒绝的红姓男子又急又怒 当场抓伤女方的肩颈 一个星期以后 红姓男子再度上门 方姓女子赶紧请志工来阻挡 没想到这时候红姓男子 就拿出预藏好的榔头 往志工的头上敲了下去 他是可能给他一个信件 后来一把他抢回来 那他不给他那就有个冲突 那他来就是说认为他这样 把他架开是等于好像打了他什么的 他就有点要来心事问罪 爱不到就想以武力占有 红姓男子两度出手攻击 早下的女方不敢再见他 最后女的不但没有接受他的告白 甚至向警方报案要告他伤害罪 两人等着上法庭件 中文学院蔡翔光 文旗台北赛峰报道